面对一场灾烂 但是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这种心态 还有就是在灾烂当中也好 还有在平常 就是人对人的友好 绝对不要紧紧在灾烂来的时候 最后留给你一把微笑 可是最后给你一次元首 这个有时候有点太晚的 你就说这个意思吧 在我这个话上也发生了很多场地震 有不同的东西 你也好 你像我在这个当兵的后面 就有几组人出来 这前面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当兵的已经是我 多少次 就是你不是说我光是在线这张照片 那个不是我的意义 只是这张照片 承载着当时第一现场发射的 那个瞬间的所有的信息 就是说不敢说是所有的 因为照片的限制太大 如果我自己能再在上 所以我就要依赖 我在到达这个现场 尽管它已经是剩下的是灰迹 冒着这是灰虚当中的 怎么说的 带着那种交付的烟味 但是你能通过这种时空隧道 能感受到它发生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样 所以我当然我也不愿意让它成为一个怎么说的 一个我们永远对灾难的一个平调 最好是从这个灾难当中走出来 这是我真正的感受到的 很有希望很被激励的一面 还有我在画的当中 你像这个里面都不知不觉 就是它里面的潜藏了很多 就是跟他们说一个暗藏的符号 这太多了 我画完了以后 我自己就像是一个破译一样 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不变 我给它点得很清楚 就是你想那个从上面一直到下面 我画完了以后 它出来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其实画画啊 你真正是要做到的事 把你交给交给这件事情 你说就是你是不存在的 咱们就是你刚才说 你说不管是哪个人他的存在的方式 如果他要是对着整个你的 你在这个画部上 谁是王你是王只有你是王 你什么时候你是这个画部的主人 这张画才能和你有一个本根的联系 可是画这个画也是画了好几个月 怎么样作为一个这个画家 你怎么样能够保持的那样一种状态 来进行创作 要不我说 因为这是一个很累的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真累 真累 我画完了以后 他们看了朋友也好 什么都激动 啊 说 曹先生操得死 你只要画一个序列该多好 我说 瞧我吧 我跟你说 我是四川人家之镇了几分钟 加上余震 说就是说 全部冷在一起也有限 因为你能感受到的这个东西 需要一气哈尘 把这一块和这个 整个这个感受全部表现出来 你甚至把以往画的东西 和这个就是这个场 有一种内在的冲突的时候 它不能进入完全在这个氛围里 你都得给它重新就是再画 我说这个再画不是再画它 而是在画你这个正在发生的这个生命 就是这个在画布上流动的这个生命 你想想你就没法挺下来 有时候是画到自己筋疲力尽 等到再想抬手画的时候 你手震太不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感觉 他妈的把自己给用爆碎掉的 这个感觉 是画完了这个东西 他们说你再画 我说打死我也在 就像我想 我说把你也放在地震里面 就震两下 你就知道是不是 你说你是不是再震几次 震出一个系列 他肯定不行 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好事坏事 其实都会被我们担忘掉 那么我非常感谢曹勇 画了这张剧作 大爱无疆 让我们永远的记住 这段珍贵的历史 我是周磊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